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了一顿的研究之后 这个科学家发现 这些虫子之所以能够吃掉塑料 就是因为这些虫子的体内有着可以降解塑料的物质 而且这个物质降解塑料的速度 是我们之前降解塑料速度的1400多倍 正当他找来了自己的同伴一起进行实验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种虫子不仅仅可以吃掉塑料 当他们已经死去了之后 把他们的尸体碾碎涂在塑料的上面 那么这个塑料也能够很快的进行降解 可以说这个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这也代表了从此以后 白色的垃圾就不会再污染着我们的环境了 对此小伙伴们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上期的答案就是有一只蜡烛是专门的照明用的 美菜队的小伙伴们别懊恼 猪妹再给你出一道题 你爸爸和你妈妈生了个儿子 他既不是你哥哥又不是你弟弟 他是谁 猜出来答案的小伙伴们 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 猪妹下期会公布正确答案哟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精彩的内容吗 还在等什么赶快关注我们吧